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死亡人数字已经突破4万1000多人 有来自洛杉矶的救难人员形容 这感觉需要上百万救难人员才够用 不过还好的是还有奇迹发生 两名分别是20岁17岁的女子幸运获救 而她们分别已经受困258个小时 还有248个小时 土耳其搜救又传来振奋消息 中南部卡拉曼玛拉斯省20岁女子 受困整整258小时总算脱困 而不久前相同省份 另有17岁少女在受困第248小时后被救出 她送医时意识清楚还能和记者对话 照女家属说要为此感谢老天爷一千遍 连医生都讶异她身上没什么伤 土耳其卫生部长在哈泰省勘灾 中途却发生意外插取 官员们话讲到一半眼前暖炉突然爆炸 幸好现场所有人都没有受伤 这次土耳其强症还出现许多无名英雄 有矿工凭借经验参与搜救 只是灾区的情况还是很严重 救援人数其实根本不够 土耳其后续的人道援助考验才刚开始 既世界银行宣布提供17.8亿美元援助金之外 荷兰也举行马拉松募款 最后成功募得近八千九百万欧元的善款 折合台币约二十八亿元 TV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俄乌战争在下星期就要满一年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说 俄军已经从多个方向展开春季攻势 而这波攻势当中一个起点很可能就是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星期四就在国际媒体面前 由总统出面痛骂美国才是不希望和平的一方 不过他也开口邀请美国总统拜登 下星期到白俄罗斯 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面对面谈判 实弹射击备战 俄乌战争即将满周年 白俄罗斯也动起来 种种迹象似乎表明白俄罗斯会继续帮忙俄军借到进攻 甚至不排除参战 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召开国际记者会 老头全指向美国 想对西方挑拨离间 卢卡申科还有这个提议 希望拜登下周访问波兰时 顺便去白俄跟普清王剑王 但美国早说过 不会背着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 普林营展示讯演说 泽伦斯基拿东西的围墙来比喻 另外他接受BBC专访时透露 俄军已经从好几个方向展开春季攻势 同时俄军周四就发动大规模空袭 总共发射36枚飞弹 包括乌克兰西部利维夫也遭到攻击 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TBS新闻最后报道 而同时美国面对的是跟中国大陆下一步怎么走 之前气球争议现在有的最新发展 美国总统拜登针对连日来的争议 正式发表了谈话 他是说不会为极落气球盗窃 不过那些物体现在美方不认为 是间谍计划的一部分 他将会跟习近平东话 接下来TBS记者倪家辉有进一步的消息 从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 到现在两个多礼拜 美国总统拜登终于公开发表谈话 拜登表示10号 11号和12号 连续三天击落的不明飞行物体 不知道是什么 但应该和中国间谍计划 或其他国家的侦察计划无关 对于入侵美国领空的高空飞行物体 拜登指示行政部门要制定清楚规则 来决定是否造成威胁 以及是否需要采取行动 但什么状况下会采取行动 则不会公开 另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将在国际间 推动一个全球通用的准则 关于美军击落中国间谍气球 拜登重申这传达一个清楚讯息 那就是美国的主权不能被侵犯 而他将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针对气球事件通话 但他不为击落中国间谍气球道歉 拜登回复美国国家 广播公司NBC记者问题表示 习近平最不希望见到的 就是和美国以及拜登 在根本上撕破关系 拜登公开谈话不到八分钟 多名记者同时喊着问题 原本拜登是要做回应的 但因为太过混乱 最后一题也没回答 TVB新闻黄松普 尼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那么美中之间的气球风波 能不能就此告一段落还要观察 不过昨天有类似的大陆气球 出现到马祖东引来了 这个气球最后还掉在军方靶场 那么现在国防部长邱国正说了 会秉持廖迪从宽的原则 针对这颗气球进行研究 日前才被美军击落的中共气球 现在又有另外一颗 出现在我外岛第一道防线 马祖东引岛 16号上午11点左右 马祖东引指挥部 发现一颗正在向下飘落的气球 随后在靶场食货残体 整颗气球直径大约一公尺 仪器盒上还有以简体字标示 数字探空仪以及气象仪器等字样 国防部初步评估 应该是颗气象气球 而非征搜用的间谍气球 但这句料敌从宽指的是 不把越界的中共气球定义为第一级 但有民调显示 高达六成六的民众赞成比赵美军 将这类型的气球击落 反之有两成左右民众表示反对 一颗气球先动两岸争议 而传出美国国防部负责大陆事务的 副助理部长蔡思 近期内也将访台 美中台三方角力 两岸情势已是急需解决的危机 前副总统吕秀莲出席台海论坛 呼吁蓝绿团结抛下九二共识 才能将台海危机化为转机 TVB新闻刘俊张科台北报道 好 至于在东北亚 南韩国防部16号发布了 2022年版的国防白皮书 其中是相隔六年再次把北韩称为敌人 这显示首尔对平壤的立场进一步强硬 那么南韩两年发表一次的国防白皮书 这一回也揭露北韩与日剧增的核武 飞弹数量以及军力 这白皮书中说明 由于北韩持续构成军事威胁 不愿意放弃核武 因此北韩政权和军队就是南韩的敌人 专家认为 这说明了两韩关系的现状 充满对立 甚至给人一种回到冷战时代的印象 同时白皮书中 首度把日本称呼为禁邻国家 则反映出韩日加强安全合作 以及改善双边关系的信念 至于香港 香港的人口持续减少 不过主要原因不是少子化 而是人口外移 为什么呢 67岁的香港导演杜琪峰 在柏林影展开幕记者会上 回应外媒提问有关电影的意义时 杜琪峰用广东话说 电影不是用钱来衡量 电影要有激情和视野 不过如果出现极权 人民失去自由 电影通常手当其冲 所以他呼吁全球支持电影对抗极权 而当翻译人员用英文重复了 杜琪峰的发言之后 现场响起唱掌声 第七十三届柏林影展 二月十六号开幕 担任评审的香港导演杜琪峰 被问及电影的意义时 他用广东话表示 电影永远在前锋 如果有极权出现的时候 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 电影通常首当其冲被叫停 因为电影文化 直接走进观众的心里 他更呼吁 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和人民 都要支持电影 因为它是为你发声 记者会上的这段话 让人再度关注香港议题 包括香港警方最新公布的犯罪数字 去年的犯罪率上升至8.7% 包括违反了港区国安法 上年有超过230人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 当中六成人已经被检控 对于部分国家发表报告 说法例打压人权和滥捕 因为维护国家安全 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 一定是一个头等大事 香港反送中运动后三年 其实香港人口连续三年下降 至去年年底剩下733万人口 年内有6万名居民移出 正移出数字就比前一年收窄 有超过3万8千人 而出身数字也都连续第七年下跌 去年有3万2千人出生 是31年来新低 除此之外 香港自去年11月起 官方土地的买卖和租约招标 也加入了国安条款 港府有权以国安为由 取消投标者的资格 跟终止租约 专家忧心 这将会下退外资 TVB新闻 叶俊宏陈向如 综合报道 还有是对抗通膨的大战 二月初联准会主席表示 通膨压力有一些缓和咯 只是后来多位联准会官员陆续表态 将支持提高下个月的升息幅度 也让星期四的美国股市收黑 那么美国一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是高于市场预期的 这凸写美国通膨降温的速度慢了下来 圣路易联邦银行总裁布拉德就说 长痛不如短痛 希望短时间快速升息来抑制通膨 所以他支持联准会在三月升息两码 并且他预期终点利率将会达到5.375% 而除了联准会官员再度放音 特斯拉也因为自动驾驶软体出现风险 宣布召回36万辆电动车 股价因此重挫超过5.6% 进一步拖累大盘 新的四道重指数是下跌超过400点 四大指数也是全数下挫作手 进一步回到台湾 关于利率问题 特别是买不起房的问题 新内阁上任推出了房贷补贴专案 目前估计所需经费至少要165亿元 那么可以让哪些人受贿呢 我们来看一下报道 房贷组的小确信来了 补贴方案终于出炉 一次是可以直接的领到三万元的补贴金额 但是想拿到得符合两个条件 首先第一个是加户的所得金额是120万元以内 第二个是房贷的金额门槛 以台北市来说是850万 也就是总价是1200万元 而其他县市是700万 也就是总价1000万 感觉没什么帮助吧 买不起还是买不起不是吗 不管是不是双美民众只要想要在双美民众 应该都吃不太到吧 政府讲说可以可以可以 但是他没有普遍的知道说 下面的人他的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房贷补贴双门槛 你有符合吗 实际问问北市民众 不少人认为根本是看得到吃不到 那到底是哪些人受贿 房市专家分析 单身族通常是小宅 需要空间小达标机会高 单身家庭家户数120万以下也有机会 但要是双新家庭 通常是购买两到三房产品 又在核心区 总价早已超过1200万 要想符合可能是十年前就买屋的小家庭 新北市则是五年前就买房民众才有机会 而根据联征中心统计 去年前三季三十到四十岁的购屋群中 银行平均受信额度 北市一千五百三十万 新北一千零一十六万 新竹县和新竹市也都明显高于补贴标准 但桃园台中台南高雄则是六百到八百万 受贿机会较高 内政部也统计全国受贿贷款户一共无数万户 政府的住宅三支建 美意支持房贷族到底有没有帮助 备受市场关注 新北新闻王翔赵慧先台报道 另外一笔开销可能要增加 新任健保署长石崇良一大任务 就需要改善健保亏损 而现在时程定出来了 第一阶段会调整门诊药费 还有急诊的部分负担 最快在四月就会实施 到时候轻症如果直冲医学中心的急诊 可能会多收八百块钱 健保的部分负担新制将分成两阶段上路 第一阶段针对急诊门诊的药品部分负担来做调整 预计在四月的时候就会上路 本该去年五月实施的新制 因为疫情延后 但该来的总是会来 除了减伤分类一二级重症患者 到医学中心和区域医院调降 最多只收三百到两百 四五级轻症病人则调生 等于未来小病直冲医学中心急诊 最多收八百 不改生病就去大医院的习惯 势必钱包就会受委屈 门诊药品部分负担 还主要调整医学中心和区域医院上线 若药费超过一千五 部分负担最多收三百 等同民众未经转诊就到医学中心 除了门诊基本负担四百二 还有药品部分负担最多三百 若再加挂号费等人领总总 去一趟医学中心看病 花费破千很平常 上任后决定开第一枪强调政策不再 挤注多少费用 是希望落实分级医疗减少浪费 至于检验检查费部分 因为涉及退费等配套 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已经有超过千万人 有罹患慢性病 说单次的药费 很容易就达到了 部分负担收费的上限 那一年累积下来 可能会增加一千二到一千八 不等的费用 医改会认为健保不是不能调 只是还有谈判空间 心致累积下来负担加重 家中若有多位慢性病患者 恐承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TVB新闻张敏荣 宣彤台北报道 而说到新内阁 行政院长陈建仁 在星期五是首度率领阁员 到立法院去报告并被执询 只不过马上就碰上震撼教育 在野党发动杯葛 占据备巡台 开出条件 要求普发现金要加码到一万块钱 才会让新阁魁上台报告 国会也就这样子 空转一个上午 直到快中午的时候 陈建仁才在民进党立委护航下 率领阁员进入一场 新阁魁出女秀就遇上震撼教育 背询前夕才下令官员没事 都要到国会出登场 却偏偏无法登板 发现金一万块 国民党有备而来给新阁下马威 一大早就占领背询台 官员桌上摆满抗议标语 扬言要上台有诞书 请民进党发挥你的专长 发现金一万块 民进党回头试案 普发现金一万块 仿佛跳针的杯葛让市政报告卡关 退府会主委冯士宽 则被目击瞧瞧现身一场 但耳朵上这橘色的点点却引发热议 到底是助听器还是耳塞 瞬间快闪 但他受访时被追问国安议题 这回答却耐人寻味 而面对这一党坚持普发现金 在加码温暖内阁这回没给温馨回应 结果是全程参与党团大会议 副格魁仲灿展现沟通常才 而从立委转站海委会的管碧林 更是一反斗鸡性格 还没上台先挽腰 面对这一话题早都准备好回籍 新官员上任 虽然上不了国会备巡台 但心格新气象 抢话语权 台下也能把握时间 TV新闻李明慧 你家会台北采访报道 而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来说 现在是要拥抱疫情后新生活 这新冠疫情确实在大多数地方 逐渐趋缓 只不过当初这个病是怎么来的呢 世卫组织正在调查 只不过科学期刊自然网站报道说 由于中国大陆不愿意配合 这个调查工作目前是革制状态 而对此 世卫秘书长谭德塞在15号澄清 了解疫情如何开始 是一件非常重要 也非常关键的事 世卫会持续调查 直到水落石出 他表示最近已经致函 中国一名高层官员寻求合作 而日本厚生劳动省 5月8号是要开始把新冠肺炎的分类 调降到等同于季节性流感的等级 并且考虑改称呼它叫 冠状病毒传染病2019 今后有关新冠肺炎的公费负担 还有日本政府提供医疗机关的财政支援会阶段性缩小 首先3月13号开始 不论室内外由民众自主决定要不要戴口罩 这是日本的最新宣布 好 接下来追踪第一线 我们的镜头就停留在日本 今天线上是日本特约记者是续浩 续浩您好 安静玩 观众朋友玩 是 续浩我们首先要关切的是 土耳其叙利亚边境强震 那么我们知道日本也是地震频频发生 那么是不是日本民众看着强震 感受格外不同 或者是不是有很多日本民众会有一些过来人经验 想要提供给灾区呢 续浩 是 这是安静说的 其实日本也跟土耳其一样是地震发生非常频繁的国家 日本也经历过像是板神大地震 还有过去的东日本三一大地震等等 所以其实对这一次土耳其跟叙利亚的大地震 日本人是相当能够感同身受的 第一时间当然日本人是相当的震惊 那么后来随着这个伤亡的人数 是不断的往上攀升 日本的各界开始陆陆续续发起所谓的捐款活动 尤其在12年前的这个 东日本三一大地震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土耳其的救难团队 在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日本的东北的灾区 来进行救难工作 也因此说像是我身边有一些日本的朋友 他们也在这个土耳其大地震之后 发生两天过后 很快的就进行了捐款这样子的动作 希望能够协助当地的灾民 能够早日的来进行重建 那么另一方面 其实日本的救援队在地震救灾方面 当然也可以说是相当的有经验 而且日本也具备有相当多这样子 高科技的搜救设备 所以这次这个日本 也在土耳其大地震之后 是派遣了所谓的救难队 包括像是消防 还有警察 海上保安厅 还有国际协力机构等等 总共有74个人所组成这样子的救难团队 来到土耳其来进行救难的工作 而且还派遣了自卫队的飞机 来运送相关的物资跟器材 利用最新的这个高科技 像是一些雷达侦测的设备等等 进到了这个灾区里面 来协助搜寻 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 不过随着这个地震后 时间逐渐的过去 其实整个这个搜救的任务 也逐渐从这个所谓搜救生还者 慢慢的转移到了 后续的医疗支援的工作 所以日本的这个救难团队 其实在前天也就是15号的时候 是已经飞回到了日本 那么取而代之的是 日本的医疗救援团队 还是持续的留在土耳其的当地 要来进行一些后续的医疗协助工作 或者是一些这个物资发放的工作 那么另外一方面 其实日本也在讨论说 这次土耳其地震当中 建筑物倒塌 其实是造成重大伤亡 非常主要的原因之一 日本形容这些在土耳其地震当中 倒塌的建筑物 他们称为是松炳式的倒塌 也就是说像是一些公寓等等 它是其实各个层楼 全部都倒塌 然后叠在一起 感觉就像松炳一样 其实日本的建筑的耐震程度 其实非常的厉害 这一点是我来到日本之后 也感到非常讶异的 因为其实日本的建筑法规 在1950年制定之后 那么一直到今天为止 其实总共是有历经过了 三次的大规模的修订 那么其中又以1981年 作为一个分水岭 也就是说在这个之前 日本称作为旧耐震 那么在1981年之后 通过了新的建筑法规之后 所盖的建筑 他们称为新耐震 那么旧耐震的基准 其实就是说 遇上了震度5的地震 建筑物不会有太大规模的损坏 那么这个新耐震的基准 更是把这样子的基准提高到 即使说你遇到了震度6的地震 你的建筑也不会有太大规模的损坏 或者是甚至倒塌的情况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在日本 偶尔我们还是会碰上 所谓震度4震度5 这样子其实感觉摇晃蛮强烈的地震 虽然说大家感觉上 还是会有一点惊呼 有一点吓到 但是基本上都还是能够 非常冷静的待在室内 不太需要担心说这个建筑物 会有立刻倒塌的危险 然后急急忙忙的跑到室外 这一点也就是让我觉得说 日本在防震工作上 令人相当钦佩的地方 是 土耳其其实说也有一些防震的规范 只是人毛不脏 房子没有真的照法规好好的办 好 那说到法规 刚刚我们也为观众朋友报道说 日本的防疫措施逐渐要松绑 台湾也是类似情况 不过今天我们特别来讲一下 口罩这件事情 在台湾是有人说 就算松绑还是会继续戴口罩 那么日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呢 这样子想要继续戴口罩的人多吗 那么以前不戴口罩会被纠正 现在会不会反过来戴着口罩 反而被人侧目啊 叙好 所以其实随着新冠疫情逐渐的缺缓 日本也要开始来调整口罩政策 尤其看到确诊人数方面 其实日本全国的确诊人数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是达到了高峰 来到单日确诊24万人 但是在这个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就整个全国整体的单日确诊人数 已经降到了万人以下 所以其实可以感觉出来 整个社会已经开始陆陆续续 逐渐进入所谓后疫情时代的氛围 那么像是办活动 办活动啊 然后有些人会去参加演唱会啊 或者是外出旅行等等 而且现在走在路上 其实还能够看到蛮多的 这个外国游客 来到日本来旅游 其实感觉整个景下 已经慢慢逐渐回复到 像疫情之前一样了 在口罩的部分呢 虽然说其实日本政府 在过去一直都是只有强烈的呼吁 并没有强制大家一定要到哪里 一定要戴口罩什么的 但是其实日本人在整体的社会氛围之下 绝大多数90%以上的人 在外出的时候 还是会自发性的戴上口罩 不过从去年夏天开始 日本政府也开始推广说 其实你在户外的时候 是可以拿下口罩的 因为天气真的太热 如果你在户外活动的话 一直戴着口罩 可能会有中暑等等的风险 所以从去年夏天开始 也可以看到有些人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会渐渐拿下口罩 那么现在日本政府更决定了 从3月13号开始 要来这个松绑所谓的口罩政策 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室内 或者是你是在室外 你要不要戴口罩这件事情 都是交由你个人可以自行来决定的 那么也就是等于说 日本的口罩政策 即将要所谓正式的来退场 详细的政策内容包括了说 除了你在医疗机构 你在一些诊所 或是医院看医生的时候 或者是你到一些上班时间 你搭这种交通运输工具 你可能搭电车或是搭公车 人潮非常拥挤 有日本人称为所谓的满源电车 这样子的状况以外的话 其他地方不管你是在室内 或在室外 不管是什么时候 你要不要戴口罩 其实都是可以交由个人 来自行做决定来做判断的 不过是不是到时候真的 就像安琪说的 是大家 3月14日到了 大家就会把口罩拿下来 其实这一点还是非常难说到 因为日本人其实还算是 相对蛮习惯的口罩的 不像欧美国家 有些人会对戴口罩这些事情 比较抗拒 那么很多人习惯戴口罩之后 反而其实会感到有一种安全感 第一个可能是戴着口罩 会觉得说可以保护自己 然后也可以保护他人 第二个是有些人觉得说 戴着口罩 我不需要化完全装 我觉得说化妆上面 会变得比较方便 那么另外一方面 有些人觉得说 初次汉人见面的时候 戴着口罩也会比较有安全感 再加上其实日本现在 正在进入所谓的花粉症季节 尤其是到春天之前 这个各地的花粉是大量的非赛 所以有花粉症的人 他会有获敏的症状 例如说像是流鼻水 打喷嚏等等 所以外出的时候 戴着口罩 对他们来说也会比较舒服 最后日本的专家认为说 真的要等到大家 看到大家说 都拿下口罩 可能真的要等到 五月份的黄金周的廉价的时候 第一个是因为当时候 天气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热 所以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陆陆续续 把口罩拿下来 第二个也是因为 刚刚安琪所提到的 日本政府正打算 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调降新冠肺炎的医疗分级 所以到时候才可能 比较容易可以看到 在日本的人 把口罩给拿下来 很多人准备要去日本旅游 刚刚叙昊的解说 大家可以先做个功课 另外一个大家想做功课的是 关于日元的升扁 那么日本银行总裁的 继任人选 现在首相岸田文雄 是推举了71岁的学者 植田河南 那么就要跟叙昊请教一下 这个植田河南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对于未来日元走势的态度 又有什么倾向呢 许昊 其实现任的日本亚行总裁 黑田东燕 他的任期就要在4月8号来见门 所以下一任 这个日本亚行总裁的人选 一直是前一阵子 日本财经界相当关注的议题之一 尤其上个礼拜 这样子岸田的这个新的人事案 这个人选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非常多人都吓了一跳 因为很多人原本一直是传出说 这个将要接任新任央行总裁的人选 是由现任的这个央行副总裁 于公正家来接任 结果没想到出现了这一批黑马 也就是这个日本经济学者出身 那么他过去也曾经担任过 日本央行的这个审议委员 也就是这一位直田河南 如果他正式上任的话呢 他也将会成为日本在二战过后 所谓的所谓学者出身的 日本央行总裁 那么大家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说 因为日本过去以来 一直长时间持续所谓 大规模的宽松金融货币政策 那么试着借此来提高 日本的通膨率要来刺激消费 但是大家也知道 在过去去年 然后这一两年中呢 因为世界这个局势的变化非常得快 然后再加上通货膨胀速度也非常快 其实日本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包括日本在从下半年度到今年为止 这个通货膨胀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尤其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更是上涨到了 这个成长呢 更是达到了4%这样子的水准 所以各界就相当关心说 日本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好像已经有逐渐有通膨的迹象了 所以会不会接下来 日本也跟随欧美国家的脚步 要来缩紧现行的这个宽松金融政策 要来对抗通膨 也因此说这个财经界的人士 也都相当关注这项人事案 还有接下来日本金融政策的走向 那么日本首相田文雄 其实在日前在国会 他有提到这项人事案 那么他也被问到说 这个未来会不会持续 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大规模 宽松金融政策 那么岸田则表示说 其实安倍经济学让大家看到 其实已经成功让日本逐渐脱离 所谓通货紧缩的状态 但是接下来还是希望能够持续 实现所谓分配跟成长 这样子的正向循环 这一点也是岸田文雄 在刚上任的时候 他所提出的新资本主义当中 一个相当重要的主轴 不过他也表示说 这个具体的金融政策 当然还是要交给未来 所谓日本央行的总裁 来做最后的决定跟判断 那么事实上 直田河南的名字 在上个礼拜一出来之后 其实也引发了 不会是的一些影响 各界就开始揣测说 接下来日本的金融政策的走向 到底为何 因此也造成日元对美元的 汇率是一度上涨了超过1% 但是随后又再跌回 所谓一美元对130日元 这样子的水准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 这个汇市的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各界对于直田河南 是属于鹰派 还是属于鸽派 这样子还没有办法 有太明确的来判断 或事实上直田河南 在过去担任央行 审议委员的时候 那个时候 刚好也就正值 日本央行决定 要把短期利率政策 定调为零利率时代的时候 那么甚至传出说 其实当时候直田 就是希望能够实现 低利率的政策 所以才抛出这样子的点子 那么但是在这个 其实日本媒体 有非常多的报道 有关直田河南的报道当中 其中也有提到说 其实在日前 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提到了 目前日本现行的 所谓宽松金融政策 在未来某个时间点 势必还是必须进行 所谓整个通盘的检视 那么接下来 预计在这个月的 24号跟27号 日本国会的参众议院 将会针对这项 央行的新人事案 来进行寻达 最快在3月中旬的时候 就会在参众议院的 本会议中 来通过这项 央行最新的总裁人事案 好 谢谢旭浩 看起来这位新任的总裁 可以确定就是 大家还摸不太透 也谢谢旭浩 带给我们日本的 第一手观察 谢谢 谢谢 开学了您为孩子 写功课的事情烦恼吗 江苏常州啊 说要减低学生 写功课的压力 现在出了个奇招 他们就所谓 作业熔断机制 说超过晚上9点以后 小朋友就可以 不做作业 而且就此暂停 不用不做 这消息一出 立刻引发大陆家长议论 议论 不少人说这理想很美 只是现实很残酷 这样只会让家长 越来越忧虑 江苏常州 一所小学实施 作业熔断机制 也就是超过晚上9点 学生可以停止做作业 未完成的作业 隔天不用不做 主要目的是 降低孩子的课业压力 让他们多睡一点 利益很美好 现实是 孩子很开心 家长很忧愁 我可以有更多 自主支配的时间 我可以来加强 我的薄弱学科 另一方面呢 我也可以使自己 培养自己的爱好和特长 这议题掀起了 大陆家长的热议 毕竟每个孩子 学习程度不同 家境不同 如此一来 就像当初实施 双减制度一样 只会让大陆的家长 越来越焦虑 家长反映 如果作业多到需要熔断 学校是否该反思 教学方针 更何况没有完成作业 学生真的能睡好吗 会不会影响 之后的课堂学习 其实大陆学生的 课业压力大 众所周知 海南三亚 一位家长就抱怨 孩子在门口 写寒假作业 城管来了 竟然直接把桌子收走 在自家门的 滴水线里面呢 自己家的屋檐里面坐的 我就是想要一个说法 为什么要这样子坐 门口 不管是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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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东西也好 或者是出带什么东西 是无形的 另外还有一位学生 寒假作业搞丢了 警察依照手机定位 将作业找到了还给他 尴尬的是 作业还没写完 但学校已经开学 真不知 没写完的作业 失而复得 学生开心吗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金头转到台湾 鸡蛋价格上涨 只是供货缺口 也还没有办法补上 所以不舍地方 还在喊缺货 只是蛋商工会理事长 语出惊人了 他说是不用现金交易的 奥咖才会买不到 这一下子引起市场哗然 当时有批发业者 提出不同选择 就是买特殊蛋 也来看特殊蛋 有哪些品项 我左右两旁满满的鸡蛋 你以为现在产量 就是供货无余吗 但其实这边大多都是 这种特殊鸡蛋 白蛋几乎都卖光光 周五一早八点多 蛋商陆续出货 但这些量比以前 少了大约三四成 以前一台车在百箱左右 现在只剩几十箱 一般白蛋供补应求 受害的是特殊鸡蛋 越来越抢售 跟一般白蛋一斤六十多元相比 特殊蛋相对较贵 一般红蛋一斤七十元 红颗蛋八十 分颗的土鸡蛋 一斤又贵一点九十元 五股鸡蛋 以目前来说最贵 一斤要一百元 像是这盒彩色蛋 里头有红颗蛋 土鸡蛋跟五股鸡蛋 十五颗一盒一百八十元 但要是在晚买 恐怕也是买不 因为产地禽流感严重 没有母鸡能下蛋 加上中肌小肌难买 只剩下高龄的老母鸡 产蛋率又低 台北市蛋商工会理事长 林天莱则指出 市场不至于一蛋难求 只有想想便宜 又不用现金交易的奥咖 才买不到蛋 前一天行政院副院长 到连锁超市市场 架上满满的蛋 隔一天虽然不至于空荡荡 但明显少很多 部分品项缺货 业者甚至贴出限购令 每人每次只能买两盒 有没有缺蛋 消费者有没有抢满 民众跟工会理事长 和政府的感受 可能有落差 TVB的顺势 关灵感男的一台报道 来看好玩的 南投亲近奔阳节 在停办三年之后 今年重新恢复了 那么今年是民国一百一十二年 就派出一百一十二头绵羊 封街路跑一点八公里 现场车辆是管制的 可是没有办法管制绵羊 乖乖往前跑 所以这场面相当逗趣 奔阳节开跑了 跑者是一百一十二头的绵羊 在台十四甲县 清静路段路跑一点八公里 绵羊路跑车辆 让步管制半个小时 牧羊人围着羊群引导方向 游客慕名而来 在旁边围观 羊妹妹路跑哪有这么乖 哪里有吃的就往哪边去 那边有草 路径立刻就歪了 南投亲近复办奔阳节 这透游的活动已经十多年 前三年因为疫情停办 今年恢复举办人潮爆量 平日涌入了上千名游客 圆多的地方 还有樱花开的景点 各种樱花轮流绽放 把大地装点成粉红缤纷世界 彰化分源张州府 有合金樱八重樱及野樱 借力绽放 水塘映照着枝头的花朵 紧致加倍 看得游客新花朵朵开 圆区总共栽种了一万多颗的樱花 花开五成以上 目前已合金樱大开 大约有八成 枝头粉红花朵缤纷灿烂 只要有人走出来就好了 还要看你跟谁出来 跟好朋友出来就对了 最好是跟我的男朋友 可是他今天没来 迷人的粉红世界 还有北恒一带的樱花 目前拉拉山也进入了樱花季 夏巴林拉拉山游客中心 目前花开一成 中巴林樱木花道大约是四成 预计现在到三月初是最佳的赏花期 为了缩解车潮 桃源市政府3月10号以前 都有派赏英解剖专车 TBS新闻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16号 接受年度身体检查 而白宫医师说 拜登非常健康 足以继续履行总统工作 拜登的健检结果显示 他的头部 耳朵 鼻子 喉咙 眼睛都正常 没有出现任何与中风 或者帕金森视症相关的症状 医生也证实 他没有任何常新冠后遗症 拜登今年80岁了 是美国史上第一位 八字头的高龄总统 高龄执政正是他连任与否的重要关键 美联社最新民调显示 只有37%的民主党人 认为拜登应该寻求连任 而总体来说 只有22%的美国成年人赞成 拜登再次参选 台湾旅美棒球好手张玉成 之前为了参加经典赛的态度 似乎有一些迟疑 遭受粉丝们抨击 不过现在还他清白了 波士顿红袜队在推特宣布 跟张玉成签下一年合约 并且纳入40人名单当中 而根据美国体育记者爆料 张玉成年薪是上看2580万台币 还外加激励奖金 至于张玉成自己呢 现在已经加入经典赛的训练行列 好 波说到在台湾 之前疫情期间 因为民众希望家中多备一些退烧药 所以以西安分一度缺货 直播现在传出 连第一线抗生素像是安萌西林 还有致酸剂氧化美也在缺货 这些本来都是常用药物 现在基层诊所药局得要用力抢药 那么是说为什么会缺药呢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诊所里只剩一核抗生素 氧化美剩一贯 现在基层诊所药局缺药缺很大 像是第一线抗生素安萌西林 致酸剂氧氧化美 退烧药以西安分最为严重 这就是让医生上战场 却没有武器杀敌 缺药确实是一个国安问题 特别是像抗生素 这是杀菌用的 如果一个感染没有抗生素可以治疗 小病会变大病 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会变成蜂窝性组织源 甚至可能就烂掉 切掉都可能的事情 这个已经差不多缺了差不多快半年了 喷鼻子的药 他说没有了 当然有些药没有了 我们有一个替代药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没有另外用另外一个厂商的 可是这个要缺了一个因素 你换了一个药 有时候效果不等同 小额科医师林毅然说重话 这是国安问题 他拿出缺货的鼻喷剂说 当初进来的健保价是两三百块 现在被压低不到一半 厂商怎么会想要进来 台湾的缺药危机早就开始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缺药 只是雪上加霜 我们的健保 它有一个叫做总额预算在里面 在总额预算里面 也有一个叫做药价的占率 它的药价占率就是说 我的药价的发挥的占比 不能大于总额的多少% 因为它要符合那个比率 所以每年每年一直在调降那个药价 降到一颗要比糖果还便宜 而且这个降到甚至不符合成本 所以很多厂商就干脆不做了 台湾市场小本就不讨好 又一直压低药价 如何跟别国抢新的药好的药 以氧化美来说 根据健保署统计 110年氧化美申报健保用量高达2.5亿颗 给付大约4000多万元 用量相当庞大 但健保价一颗只有0.16元 业者生产意愿缺缺 氧化美药性温和 常用作第一线软便剂 致酸剂使用 以致酸剂来说 可以中和胃酸 缓解胃食道逆流等等 而台湾缺药问题层出不穷 诊所和药局找药 已经困窘到 不是跟药厂或药厂业务交货 而是 阶层药局跟诊所 目前因为缺药的严重度 等于是说 变成必须要以药异药 针对缺药的品项 如果你手上有的话 你才有机会去换到 你想要的那些药 我在六七年前 就要成立缺药中心 可是政府好像觉得 这个缺药中心是 没有这个必要性 是设了一个缺药平台是没错 可是这个缺药平台 我觉得只是一个 缺药公告平台而已 因为它没有实际上的 去解决缺药的问题 针对这个美国在1999年 它就成立了一个缺药中心 缺药中心它必须要 哪些使命呢 必须要预防 缓解解决缺药问题 卫福部已经指示 食药署规划成立缺药中心 不过FDA现有的人力 已经够忙了 恐怕必须要给 另外的人力和资源投入 才能发挥效果 而不只西药缺 还有 前一阵子的中药的缺货 主要是以清热解毒药跟感冒药为主 很多中药材来自中国大陆 过年前他们因为新冠疫情 在地中药材需求量大增 药材难出口 加上碰到春节货运交通也暂停 年后已经逐渐恢复正常 但科学中药的缺药潮 从一两个月前开始 现在还在缺 为什么科学中药会缺呢 那我去了解一下 也跟中药厂的总经理一等 做一个讨论 他们说过去 因为这个清冠一号 被民众所接受 那民众对中药的 这个信赖度提升 所以使用中药的民众 或者中医师 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 可能未来还会面临到原料短缺 价格上涨 政府要做长期规划 而不是事情发生了 才解决 TVBS新闻 柯盛雄料广闭王一杰 TVBS新闻